恭喜宿主花费一亿元 获得百倍反线奖励一百亿 已到账 我滴妈呀 要不是我集中升职 今天这一百个小目标 差点就黄了 这年头赚点钱不容易啊 先生您好 我是您的专属顾问 请问您是想入手哪种房型呢 我给您介绍一下 洋房别墅 我只看最贵的 看来今天运气不错 碰见财神爷了 好的先生 您看这套别墅怎么样 我们这里的洋房别墅 都是独栋别墅 单独占地面积六百平方 旁边就是大商场 医院学校等设施一应俱全 绝对的黄金地带 子若 你觉得这套别墅怎么样 喜欢吗 老板 你就不会问价钱线吧 无所谓 这套别墅是要送你的 多少钱我都愿意 又来了又来了 这个老板到底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 招我当秘书 一件事都还没干 钱倒是在我身上花了不少 哎呦什么 老板 你已经给我送了车子 又给了我这么高的年薪 这房子说什么 我也不能要 千万别啊 我说了 我是绝对不会亏待为我办事的人的 这是作为我秘书的标配 不能拒绝 我宁马 你要是不收下房子 我怎么赚钱 秘书的职责 不就是给老板赚钱的吗 可是 这真的 没什么可是的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美女 我问你 这套别墅 是不是你们这里最贵的 是的先生 这套别墅是我们这里的楼王 整套下来需要一个亿 那行 就它了 结账 不注意外的话 这一把至少又是一百个小目标到手 这生意真不错 先生 今天正好赶上我们年轻 房价可以给你打九折 对 千万别 就给我按人家 少一份我跟你接 怎么 这年头还有人闲钱多的吗 那行吧 先生 我这就给您办理手续 这房是给他买的 办他名下 我宁马 真是太羡慕了 什么时候也有个男人愿意送我一套大别墅 好的 这位女士 请跟我到这边来办手续吧 美女 一个人来买房 有看中的吗 要不要哥哥找人给你个优惠价 这两个无赖怎么刚好在这里 真是晦气 郭哥 这是我客户 刚买的别墅 准备交钱呢 你看能不能行个方便 哼 你给老子滚一边去 你特么算哪跟踪 就算是你们老板来了 也得给我三分薄面 有你什么事 美女 想不到你还是个白富美啊 一出手就是别墅 真是有缘分啊 美女你叫什么名字 做什么生意的 认识一下呗 对对对 说不定以后 哥哥还能帮上你忙 不好意思 我对你们两个没有兴趣 请不要烦我 这小妞还真有意思 这泼辣剑我喜欢 没错没错 这泼辣剑要是放到床上 肯定更加爽 无耻 下流的狗东西 小姐 您别走啊 咱们手续还没办呢 怎么了 子若 手续都办完了吗 没办 算了 不买了 这可是上百亿的生意啊 怎么说不买就不买了 不行 必须得买 陈女士 您别走啊 刚才的事情 我替他们向你道歉 您别生气啊 刚才怎么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怎么说不买就不买了 你必须给我个交代 美女 你别跑啊 我们会温柔点的 我问你 刚才是不是他们两个搞的事 是的 我很抱歉 他们两个是这里挺有势力的地头蛇 我也是实在招惹不起 才会让陈女士被他们言语侮辱 我知道了 我的秘书也敢惹 你们这是活腻了吧 你 你特么是谁 居然敢打我 好小子 我们哥俩你也敢打 我看你才是真的活腻的 还敢嘴硬 今天不交教你们做人是不行了 怎么样 现在滋味如何 我念码 今天出门肯定没有看皇帝 碰上高手了 搞不好今天得交代在这里 还是先狗一波吧 大 大哥 饶命啊大哥 别伤我们 我们知道错了 绕了我们吧 马上给我秘书道歉 要让他气消了 同意买这里的别墅 要不然你们今天就完蛋了 美女 我们知道错了 求求你大人有大量 让我们一回吧 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行了行了 多看你们一眼 我都觉得恶心 赶紧滚 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们面前 是是是 我们马上滚 以后绝对不会再出现了 你看 这两个混蛋也得到应有的惩罚了 你的气是不是可以消了 快去办理手续吧 要不然你今晚可就没地方住了 行吧 那我现在就去办手续 恭喜宿主花费一亿元 获得百倍反现奖励一百亿 你到账 我弟妈呀 要不是我集中生智 今天这一百个小目标 差点就黄了 这年头赚点钱不容易啊 老板 我看你这产业是继承来的吧 一点都不懂得珍惜 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花钱的 我发誓我花的每一份钱都是我凭本事挣的 你都不知道为了赚钱 我每天过得有多辛苦 还有你们 哈哈哈